我住在這裡應該二十六、七年 這條村子接近四十年 人的關係,以前大家守望相助 有個真情在這裡 好 謝謝 分代那一年,紛紛地教天台 擱起它,兩兄弟抱著 當時全校捐款,變成九十元 買材料之類 這份感情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這間店裡也是生活,也是理想 當時我這個大牌檔是火粥 校服補的老闆,意不容辭 寫了一張二十萬的資料 送上來 是1992年 得人恩典千年記 我現在想起,是我有件事未做 請人吃粥吧 我們中國有個條件叫敬佬得福 我有碗粥和分享,就是這麼簡單 你不做,我不做,誰去做 我們可以做,小人物就是小人物 小人物就是做小事 可以的 對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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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年代,互助這個名詞 好像忘記了 你乘車,最初真的想要踏前 其實他真的有推 他現在是有極快樂的 走才可以踏前 是 是人生的一個哲理 我們香港人一邊拿著平衡 平衡就會前進 我不覺得我是做善事 其實我自己是想跟別人分享 從分享中得到快樂 有難力幫助別人 已經是上天賜了我們的福氣 是我們愛香港 用心去愛香港